通常说 父母是我们面对死亡中间的一道连 父母不在了 我们就自己面对这个事 所以我觉得 能把死亡工作做好的人 什么事都已经 宗教应该最高的一个课题应该是生死 所有的宗教的最高课题是生死 我们去误这个真谛 然后我自己60岁的时候 我给自己想了六个字 玩学做物舍了 最后一个字是了 但是前面这些字 都是你生活中间必须经历的 你不是在小孩的时候才玩 现在也玩 咱们今天聊天玩一样 所谓的玩是什么 乐趣 不顾一切 专注 真诚 这是玩的心态 你要把那最累的事 只要你有兴趣 你就把它当玩一样 你不累了 他玩才能聪明 那孩子 不会玩的孩子 那怎么会聪明呢 然后性情 这都是由玩来滋长的这种我们的品质 学和做就是破万卷行千里的事 信息量 我就说我们有几次读书的机会 一个读书的时候就是你的学习的字 已经积攒到可以阅读了 然后你可以有理解力的时候 12岁开始读长篇 到20岁之间 只有这段时间才是可以有一段集中阅读的空间和时间 然后20岁以后 你要出他社会 你要面对很多很多的 你没有准备遇到的困境 你顾不上读书的 你沉不下心来的 然后那时候又要谈恋爱 又要什么杨家糊口 又要怎么怎么样 占领第一制高点等等等等 你这真的 还有一次读书机会 就是你第一次成功 或者你准备转型 那就是四十不获的时候 你要不读书 可能 你没有那种 解释自己的能力 所以说那是一段 必须要有一个进读的时候 或者必须有一段反省的时候 只有靠读一些对你有意义的书 还有一次读书 大概就应该是退休了以后 闲下来 你打发时间的时候 用阅读去做好最后的生命准备的那段时间 我大概是这么想 误 因为你的学和做过了之后 加上玩 你的信息量太足矣 然后比对了 所以误不就比对吗 然后有一个 大概有一个归类 一个选择 这就是你有没有悟性的事 带着脑子 有悟性的学习 那它肯定老是一百分 或者是总是学霸 它是带走脑子去 就跟我们演戏似的 走脑子的演员和光备词的演员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物一定是我们能够汇总所有所有的信息 然后有自己体见之后的那种实践的经验 然后你就会选择什么 你这时候可以小天下明示里 可以什么都懂 你可以看 就像鲁迅先生说 我们可以 真的知识分子可以从天上看到 深渊的 就你站得很高 一下子看到失败的那个可能性 然后我们就规避很多很多 然后我们就会有 会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避免发生悲剧 这是要有认识力度 只有物 后头再也没有修行的 你就会是一个非常累的人 因为你什么都明白了 很累啊 你连自己都看透了 你就完全没自拉味的面对 不知所措 你必须知道 有些东西不重要 舍掉 有些东西过多了 舍掉 就你有家里怎么东西太多了 就该舍去该扔 同时对理想主义 对自己那种要求 心高手低的那种纠结 舍掉 心到了心 本意 真挚就对了 无论对错 这莎士比亚台词呢 世界上没有对错二字 都是每个人的思想 把它分辨出来 要有舍的这种能力 洗舍好失 洗舍乐失 然后你愿意帮别人 守规矩 给别人让道 不是都是在占有 占有 让出空间 让别人 共同发展 这就是我觉得到 积累到一定程度了 要懂得舍的 这个 好处 舍做了这种修行 到一定程度 实际上为了 做好准备 这每天都在卸目 睡觉前 其实就是死亡的 那个演戏 太累了 该睡 不过如此 鞠躬向观众 接受卸目 不是就是一个结束 你不可以再演 怎么可以演 完了又演一场 这就其实生死 就是转换 每天每天 其实我们在实践 不能老在吃东西 不能老吸 总得有呼气的事 所以说红义法师说 生命不够在于 一呼一吸之间 它这个禅意 禅意就在这 就是生灭有度 所以说懂得这个 了 其实是抓了好牌 该甩牌了 你不甩 你就肯定要 死定了鞭子 这应该都是在 看我父亲 老去的过程中 在感觉的 所以该可有结束的是 一定不能够 我们留恋 恐惧死亡 留恋生活 其实就是那些记忆 如果把那些记忆 都了 不要去希求 别人都想你 不要觉得 所有人都喜欢你 你不过就是一个 别人可以 可以喜欢你 可以不喜欢你 或者可以把你忘却的 那个人 真别觉得自己了不得 可是葛优怀 千万别把我当回事 别人太宠了 他赶紧说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我也受用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 生活中给予我们的一些教育 让我做一个放松一点的人 他完全是纯天然的 就是现在来讲就是有机 你知道吗 在他身上没有一个女人和男人的界限 没有觉得说男人能做的事情 女人不能做 他就觉得只要人能做的 我都可以做 他就是一个生命力很旺盛的一个人 所以要演他 我也要变得生命力很旺盛 每天就精力充沛 就没什么事就能自己特别高兴的那种感觉 这是导演跟我讲这个人物的特别重要的一点 其实我看剧本的时候也是这样 前期周映就是很开心 但我看到后来 就是他前面有多开心 后面就会让人有多伤感 演着演着我就会很心痛 会很心酸 好像时间太快了 就是一下就完全不一样了 其实我对很多网络语言我都不太懂 就是人家老跟我讲 那时候什么大女主啊 玛丽苏 我老要去问 因为现在大家聊什么话题 都喜欢习惯性的一刀切 就是你说他是玛丽苏 所有可能本来可以分一百类或一千类很细的人物 他啪就变成一类人了 不是黑就是白了 你明白吗 其实很多事情不是这样子的 我想学做生意 女人不能做生意 为什么女人不能做生意 因为我没有先例啊 我后来想 为什么我们不能去享受这个时代 对吧 你想 马云先生都要办一个女性创业大会 你想淘宝那么多店主 我相信很多都是女性 而且 马云先生也说了 将来的市场可能就是女人的市场 真的男人要越来越焦虑 因为女人想的很多 她可以为 以后也是一个服务性的时代 人家需要有温度 有人性的那种服务 女人想的天生就比男人多 因为她细致细腻 生理结构就不一样 你知道今天下雨吗 它一定是我 就是无论我演多儿戏 它一定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戏 因为是这部戏带我入行的 然后也是在这部戏里面 导演给我立的规矩 就我的所有工作规矩 表演规矩 我觉得好像 就是这个导演叫我的 演完之后 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 他也一直跟我讲 不能乱接戏 不能乱演戏 要珍惜自己的 自己的曝光率 对 因为他觉得每个人的曝光率 它是有限制的 它是有量的 如果你用完了 它可能就没有了 对 所以我一直以来 我觉得我还蛮珍惜的 自己的作品 皇上胜命 不过皇上放心 陈切在恨毒了你 我最近才感受到 就是甄嬛对大家的魔力有多大 我以前不觉得 我真的不觉得 就是我以前只觉得 这就是我演的一个角色 但是好像大家看我现在任何戏 都会带入甄嬛的既视感 所以我最近 我真的是最近 有点后知后觉 我总觉得别人对我的表扬 百分之七十是那种 你明白吗 就更多的是 就是我可能太过理智 就是不太 不太会 太接受好话 就像经常人家截图一些 人家对 对这个戏啊 对这个角色的网评好的 我经常会拖一句话 我觉得也 也挺扫心的 我说 真实吗 我说不是拖吧 他们经常会发个白眼给我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我也是一个 可能 比较循规蹈矩的一个人 比如说我的作息生活 我就不愿意打破自己的作息 同时我又 我也很向往自由 所以说 说的好矛盾啊 作息又要很规律 又要向往自由 自由的是颗内心 对可能对于我的职业来讲 太多人觉得我结婚生子太早了 好像自己断送了自己的前途一样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只是觉得我就想做这件事情 可能也蛮任性的 就是刘涛就说我 他一什么都好 就有时候太任性了 对 就我完全明白他在说什么 就是我对于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就是真的不想做 说一样也一样 说不一样也不一样 芈月她有野心的 她是有野心的 而且她的野心她是不否认的 周莹她是 好像中了一个彩票你知道 对 中了一个彩票 然后就就去了 就这个生活一下就不一样 人生给她中了个大奖 从此也把她拉到了底谷 其实这价格的掌握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找到那个副分的点 人家说她是个女强人 其实我并不认为她是个女强人 对 她可能在某一方面事业上 能让你看到一些数字 觉得她很强 但是最终她还是个悲剧人物 对 内心是很孤独的 非常孤独 我觉得一个内心孤独的人 她不能说视为一个成功者 我现在来不及感受到孤独 因为太忙了 太忙了 对 也是因为周莹没有孩子 对 所以她的人生慢慢 你想事业稳定了 她的精神就开始空虚了 所以 家庭生活要同步 对 所以人生才会圆满 正向了 就是要暴露年龄了 暴露了 说不定还显得年轻点 其实我们的考试是经过推荐去的 我是因为做什么生产队副队长啊 表现非常出色 你还做过生产队副队长啊 对 许副队长 许副队长 然后表现很出色 才让你推荐上去参加考试的 那去考的时候你紧张吗 我不紧张 因为考卷很容易 我们是一种荣誉啊 因为你能推荐去考 你就很光荣啊 等大概一半的机会吧 因为当时考的人也不太多 大概我忘了两个取一个 还是三个取一个 我这些年来不断的听到很多人 抱怨高考的各种各样的弊病 我总是那句话 珍惜啊 因为我出过一个时代 是没有考试的时代 这还真的是 就是我 你像当年这个高考啊 基本上一考 我是85级 85年高考的 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 你考上大学了 那基本上就是工作错不了 就是这么个感觉 没考上大学的 就是工厂里当工人 所以呢 我不知道今天的这个压力 按照这是不是比我们那个时候大 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啊 好像 所以我刚才看这个片子啊 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 我觉得这件事啊 实际上在潜意识里啊 刻画非常之深 你比方说 我记得当时 我的这个同桌 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刘春 这叫刘春 班里呢 他考前三名 他一直是第三名 这么一个名字 我们的是重点中学 但是到临考试前几天 他不来了 就刘春不来了 说后来老师说 这人怎么不来呢 因为我是他同桌 就让我到他家去 我就记得我还跟他谈 他我说你怎么不来 复习了 他就说我不想考了 我为什么 他说我怕考不上 他选择的是他不考 就是他受不了这个压力 所以你就说 我为什么说要聊这个艺考呢 我还是在这个 汪老师的这个朋友圈里 那天啊 你想他这个老江湖啊 他都探为观止 你看他发几张照片 我们来看看 下吧 这是考美术 考美术的 再看下边 哇 体育场 考美术 哇 家伙 这个数字 你在网上去查 我都不用讲 就说这个 艺考的 报考艺考的 是这个录取率越来越低 报名人逐年升高 对此 那个作为那个考了四年 在考上的汪海林先生 如何看法 是这样 就是艺考呢 很重要一点 就是他 将来从事艺术工作 很符合现在年轻人的 关于生活的一个想象 就生活和工作的想象 就是他要的那种生活 不用上班 天天在家待着 如果做演员 拍戏的话 全世界各地去 很自由的生活 当然他并不知道 那后面有很多苦难的 这个背后的故事 但是他就期待这种生活 他参加艺考 其实在选择这种生活方式 所以有一次呢 有一个孩子 他家长带着他来找我 说说我们孩子想考电影学院 王老师能帮忙 能不能帮忙 我就问那孩子 我说你考电影学院 那你最喜欢看哪部电影 我不爱看电影 他不爱看电影 他要考电影学院 我知道了 他想做一个电影人 他要有电影人的生活 至于是不是干电影 这个专业不重要 他要像电影人那样 旁边有美女 有这个 每天出去玩 我觉得这个是最吸引年轻人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 而且他觉得 艺考呢 文化课要求不是特高 特别适合那个 在学校教育当中 不是很成功的孩子 然后又有梦想 又希望自由的生活 他一定去选择一套 这种人群肯定是越来越多 但是你说的这个还真的是 我那天问了一个 美院的一个老师啊 他就讲 这个学艺术很可怜的 说是真正能到 你比如说到这个剧团呢 你比如说学表演啊 现在统计说这几年 大概只有10%的毕业生 能真正进入到体制内的 他说但是呢 也不叫失业 他管这个叫做大部分的人 他就叫做你说的这种 实际他们叫隐性就业 就是啊 一半以上的一考 最后就艺术院校的学生 出来之后啊 是自由职业 不是 你像那个耶鲁有一个统计 他们的收入啊 比如说他的法学院 这个什么医学院 他的那个收入都是排在最前面 排到处第一的是 就他的音乐系 就是他的艺术系 他都是收入 就毕业以后5到10年 你看都是最穷的 就是就业率又低 其实也没什么工作 就是你真正的 从就业的角度上讲 选择去参加一考 实际上不是很明智 我们都在讲如何应付高考 高考的意义 别忽略了 当谈高考还有一个面向 考不到怎么办 每年那么多考生 虽然比香港 香港更多考不到 那考不到啊 你当你当学考到500分 万一你考不到 那种心情 那种情绪怎么处理 会不会自杀 会不会忧郁症 抑郁症等等 那很难受 我还记得我 因为后来我在香港考高考 我们那时候很好玩 我考到那个分数 是能够进香港大学的 结果我还记得 考高考的时候 我以为英文就像什么 骑自行车 你学会上游泳 学会就会 原来不是的 你没有练识就忘记了 根本完全写不出英文作文 那英文那个分数需要面试 我就去香港大学面试 面试也讲不出来 人家杨教授问我问题 我讲不出来 因为当时整个香港湾仔区的人 都以为我考上香港大学 大湾仔是一个区 等于整条村都说以为你考上 北大这样 我还记得我一个人守在 我家楼下的邮箱那边 等着邮差来 等三天 每天大概的时间 我都下去 等他 把包包放下来发信 今天又没有 第二天没有 第三天又 然后发了这个信 我一拿出来 不马上打开 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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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 对不起 我们不录取你 天哪 哇 那个感觉 我到现在都记得 站在那天 然后站在那边 我们家的门前 然后呢 我还记得那种感觉 那时候呢 非常感恩 有一个很包容的家人 他们没有鼓励我 可是也没有问我 因为他们 我一回家 他们看我的脸色 也什么话没讲 就知道嘛 然后呢 没有问 没有问半句 我还记得吃饭 吃饭还故意把话题 讲到 将会不如明天 我们去澳门吧 到今天这么多年来 都没有提 所以呢 我的意思是说 我这种经验 我除了想有那 七百万个学生 考上了 其他考不上 整个社区有没有 或者说学校 有没有支援 他们的情绪 支持他们 家里怎么样来对应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有这个历史经验 可以证明 要做好他们这个 失败考生的 心理辅导工作 比如说在这个唐朝末年 有一个叫黄朝的 就是一生中考了多次 最后一次权力一搏 终于没有考上 然后离开长安的时候 留下了一首诗 带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百花沙 冲天乡镇透长安 张艺谋的电视名字 满城近代黄金甲 回去发动农民起义 行吗 你看今天呢 我看有的 有的这个年轻人啊 他就跟我聊天 我就发现呢 他不爱看书 一看就睡 最好的安眠药 一看就睡 我就觉得就是说 平常就说很空虚啊 很迷茫啊 不知道该干什么 你看像咱们这个岁数的人吧 我也不一定跟年龄有关 就至少我吧 我觉得 飞机延误 我从来不着急 只要我有本书啊 只要我有本书 你等三个小时 他坐飞机上看书呗 我现在碰到飞机延迟啊 我常想起他这句话 我每次很焦躁的时候 我就想起文涛说过一句话 他说你不用急啊 你正好看书啊 对对对 这就是咱们这苏东坡说的 莫听川林打夜声 何妨吟笑且徐行 什么竹杖盲鞋轻胜马 谁怕一缩烟雨任平生 那都是瞎掰了 但是我是说 就是我们有一种啊 从书里得到乐趣的一种能力 一种爱好 所以呢 我那天那个小孩就跟我讲 他说啊 我们从小啊 做功课啊 做到晚上十二点 连电视都看过去 他看见这个书啊 他就烦 他考完了之后 他看见这个书 从此就烦了 我记得我们高考的时候啊 我是临高考前两个星期 才开始真用功 之前一直陶醉于 不能复习太早 复习太早效果不好 是吧 一定是你礼拜一考试啊 你礼拜六礼拜天复习 或者礼拜天晚上不能复习 你要是礼拜三礼拜四提早复习的 那脑子就 我在两周之前都是看课外书 然后呢 班里大概我考个三十多名 实际上是我自己掌握到三十多名 对吧 咱们就藏着要低调 但是我心里知道 我心里知道 就是说这个我只要一下功夫 层我就能上去 所以我一高考考我们班里第十名 我们那个重点嘛 就就考上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它是两件事 也是徐老师刚才说的 你知道 就让我想起当年那个科举 就是王阳明 我那天发现王阳明 就是明朝的这个大儒 讲究这个良知良能嘛 王阳明当时也碰到过这个 他就觉得 他说第一 人要修养自己 人生的进步 我要读圣仙书 修身养性 这是一条路 但是另一方面呢 没有科举 就没有进身之阶 对吧 这两个矛盾 他跟他的子侄辈们 也是在说 说不要因为科举 荒废了这个修养圣贤之道 但是呢 你不好好复习功课 你把心思放在看贤书上头 你考不上 你怎么办呢 于是后来你知道 王阳明给自己找了个理由 他这个理由也很有意思 他说呀 你不要去管这个科举 这个八股啊 是有用还是没有用 他说这是另一件事情 他说比如说 我们要觐见 我们要觐见皇上 对吧 那么等待皇上 这个照用我们 你是不是应该有点诚意呢 你是不是应该 先给皇上行礼 或者呢 再带点家乡的土特产 就是你要有诚意 高考就是一个诚意 就说死记硬背吧 你连点死记硬背 你都没有 我怎么能相信 你是诚心诚意的 要成为动良之财呢 你看王阳明这个事